就像胜利的雪 黑夜 莲花 就像胜利的雪 黑夜 莲花 好 我们要抓紧时间上新课了啊 抓紧时间上新课 好 能够看得清全评 能够看得清智子啊 我们回复一下一二 今天的课程比较多啊 因为我们这个 前面呢 我就跟大家复习了很多啊 现在我们就要总结性一下啊 希望很多没有搞明白的 我们一定要搞明白啊 首先我们第一课 讲量学这个大盘的阴线战法 这个大盘的阴线战法呢 几乎我每天收听都都跟大家讲 那我们在这里面做一个专题来讲一下 好吧 好 那么什么叫做呢 阴线战法啊 第一节阴线战法的原理 它就是根据阴线实体的长短高低 位置的上下前后 分布的远近输密来扯算多空的力道 从来研判骨架和骨数 涨跌幅度的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简单实用 常常会收到精准神奇的预设效果 好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大盘 那么前期呢 长到了3335对应左侧 然后双峰不过啊 平顶不过 而向下 跌破这一个线之后 对吧 下去了 好 我们要从底部开始算齐 那么当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上去之后 那么我们就要以左阴 左阴 谁叫左阴 他就是左阴 左阴十顶 如果左阴十顶不能站稳 他将向下 站稳了左阴十顶 对吧 我们这是一条 三要七要一条平衡线 如果站稳了他 有上弓动力 但是大家要忽略一个重点的问题 就是这里有缺口 这里是一个向下的缺口 我们说跳空不补 跳空不补后事如虎 但是他是向下的跳空 他是向下的跳空 这个向下的跳空就代表向下失衡 所以当股价走到这个地方去的时候 他就会备受压力 所以当他不能够站稳这一个平衡线 大阴 平衡线 3172的时候 他就会向下打压 那么打压之后 他在这里不破心低 须底不断的抬高 而选择再次上弓 对不对 我们大家来看前方是不是我们的一个缺口位置 那么这一个位置就应该是一个大的压力区 那么当他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平衡线 3203 而第二天精准开盘3203 那么他就要选择向下失衡 当上面达到精准线 他就是压力线 只有站稳了我们的压力线 他才会上弓 好 我们在这一波 大家看到没有 是长阴短柱 年阴下跌 长 打到了3041点前期的一个低点之后 上弓 回踩不破 我们再上 那么每一次上弓 在这个地方 就要以最近的大阴石顶化线 大阴石顶 而不能站稳 大家发现没有 不能站稳 就向下 而往上去 不能站稳 二一 再向下 那么每一步上去 都要以二一大阴的来化线 来化线 懂得这个意思没有 所以我们一定叫遵从大阴 大阴 是距离最近的水平方向的大阴 那么前面 他只是制造一个平衡线 一个精准点 而以最近的这一个阴来决断 咱们大家看这里一二三 是吧 急阴吃阳 二一位 第二天 输过量三一 在这里上去了 大家看 在这一根 这一根阳 是不是站稳了其左阴石顶 对吧 他就把这个阴给吃掉了 那么一吃 他就有上弓的动能 为什么 这里是急阴 次阳 用了一个很小的量 对吧 长阳短柱 长阳短柱 那么他就还有高点 那么这个高点上去之后 大家看 就要以最近的大阴石顶 这一根石顶 懂了吧 而他这个石顶 对应这一根石底 虚底精准 对应三一五三点 所以说三一五三点 在这里就成了平衡线 只有站稳了三一五三点 他才会往上攻 好 那如果站稳了这一个三一五三平衡线 那么就来到了 他的二一位和他的石顶线 那么就又来到了三一七二点 对不对 就又来到了三一七二点 那么 这里既然站稳了 他就是支撑 支撑 刚才说了 那么 他会回踩确认 一旦确认不破 他才会往上攻 往上攻 那么大家看 这里站稳了三一五三点 是吧 三一五三一五三点 并且回踩确认 我们这一个石底 站稳 这里用了一个什么 一个 站稳 他这个左边的三一九二点 看见没有 十字架 平衡线 但是 他的实体较小 他的实体较小 我们说长阳短柱 长阳短柱 才行 但是他的实体较小 而第二天 精准的 触顶不过 是吧 三一九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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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不是形成了一条平衡线 精准平衡线 那么他必然向下 触及不过 那么只要多点 焦点 在上方形成一条精准的线 一个价位 两个价位 三个价位 四个价位 五个价位 而不能上去 他必然向下 他必然向下 那么你看 他再次回踩确认 没有有效 跌破我们的三一五三点 那么市场认为是三一五零点 那么长阳短柱 是再次用了一个什么 长阳矮柱 把双阴吃掉了 那大家说 这一个 它是不是站稳了我们的三一九二 并且是用了一个长阳矮柱 它的架柱的量性 量线就好过了它 好过了它 所以它就有个零号跳空 零号跳空 但是我们要注意 它要有效站稳三二零三点 才能上工 这就是我们的 这一个大盘三线 大家一定要记住 阴线站法 一定是以左侧 最近的大阴 大阴 一定是大阴 大阴 像这种 这就是要大阴 大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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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要注意 架柱很大 架柱很大的 这样的就好 而你看我们在这里是 明显两根高亮柱 这两个压力重重 一定是要站稳它们之后 我们才会往上攻 这是第一步 这是第一步 好 那么第二节 我们大阴 十顶的奥秘 那么最简单 最实用的阴线站法 就是大阴 十顶 就是大阴 十顶 这里讲的大阴 水平方向的大阴线的十顶 一定记住 水平方向的 最近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说了 刚才讲到这里 那么精准对应 这里是压力 我刚才说的是在这一线压力 而我们的3203 是在这里 而大家在这里来看一下 这一个3203有一个小跳空 对不对 这里的小跳空 上攻 玉阻 刚刚对应其须顶 对吧 3210 3219 3210 3210 是不是存在 就成了一条 精准的平衡线 同时也成为了精准压力线 所以 这一个架住实体又不好 次日这里的清清楚楚不记得 我在当天的特警班上 尾盘大声的 我跟大家说了 他们说 这里收养了 我说这里是假阳精英 大家务必当心 对吧 那么次日就验证了我的观点 跳空阴 懂了这个意思没有 假阳精英务必当心 而上面精准预阻3210 所以 一定会向下 架住实体 不对 他用来的量比前一日微增 而价格 没有涨 懂了这个意思没有 所以 一旦发现 假阳精英 我们就要务必当心 跳空阴 这就出现了精准预判 所以 当我们这一个一定是要移 最近的 看见没有 从这一波上攻最近的 大阴实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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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当我们这里有一条精准的高阴 高阴3172 就一定要复合 一定要复合 懂了这个意思没有 所以说以后大家一定要记住 上行找实领 上行找实领 懂了吗 上行 我们上行一定要找实领 这个就是我们 大阴实领的奥秘 于上行途中 据当前最近的平行的大阴实领 画出水平线 水平线 那我们大家来看 这里 我们你看 一回踩 是不是踩到我们的三阳五 对吧 所以找实领 那么在这个地方 以当前 以当前 最低的 最近的 大阴的实领 画现 有时候可以用虚底 但是虚底 是人工画出来的 我们务必要遵循其原则 所以这是它的下限 下限 所以在这里就有一波上弓 而在这里没有有效站稳 你看 次日就是开在它上 而站不稳 而下跌 而在这里之后 大家一定要注意 以它 3112 以它划线 或它的实领 它的实领划线 这是最近的大阴 这是最近的大阴 以它的实领划线 所以上到这里之后 以它的实领划线 上到这里之后 我们选择一条 精准平衡线 也是将近它的三一位 下三一位来划线 我们就能够准确地知道 它的奥秘 它的奥秘 那么第三节 大阴中线的奥秘 大阴中线 那我们从这一波来开始讲 大阴中线 所以我们中线就 其实就是实领 二一和实底 有实五 有下三一 有下三一 那我们在这一波来看 刚才说了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那么拉到这里之后 我们这是一个最近的大阴 实领 对吧 而它精准触及 看到没有 精准触及 次日再上弓 一二 不能障吻 不能障吻它 那么我们就预防它回来 那么一回来 大家看 这里个吉阴是阳 这里是个小阴 这是个小阴 不算大阴 而这一个有高亮柱 我们就算大阴 就算大阴 好 过了这里之后 大家看 其对应的是它的实底了 这里稍微有点偏差 是对应它的实底 而对应它们的是它的二一位 所以刚才说了3153 市场取底 是取得3150 也就是对应的这一个 是吧 3150 所以 市场上面公论的 一般的有取整的原则 有取整的原则 所以说我们一般小数点 我们之后都取整 都取整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再上去 这里是站稳的 这个司令 3172 那么他 这里是3175 对吧 站稳了 所以才有一波上攻 上攻 而站不稳左侧 我们说了 刚才这个地方 站不稳 他趴 回来 他回来 所以就造就了 再次下跌 3041 在这里再次有一个前面 有一个双底的动作 对吧 所以 他就形成了一个上攻 我们这个长音短柱 对应的是这一个大音的虚理 大音的虚理 而3041 是我们前面的一个平台 所以 他再上攻 而在这里 他没有效站稳 啪 下来 对吧 在这里就站稳了 看到没有 就站稳了 他的二一位和他的音的实体 音的实体 所以有一波上攻 而上攻预主的是他的二一位和他的实体 看到没有 他的实体 因为他是个大 看到没有 他这个大 所以 最近的音 又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又是他的二一位 所以就是他的一个中子 大音中子 对应了 而第二天有一个输量 看到没有 再洗 长腿 踩线 长音短柱 好 踩了之后 假跌 好 又上去了 那么我们看 这一个极音词阳 是不是站稳了 这一个音 最近的音的大音中子 站稳了他的大音中子 输量回踩 踩二一不破 再上攻 站稳了这个音的实体 和他的实体 大音中子和大音 那个大音的实体 所以才选择一波上攻 就简单来说 就是大音的三一二一和实体实体 这个就一定要记住 在个股上面 也要记住 不过二一假反弹 不过二一假反弹 就这么简单 好吧 这个就是大盘的几乎 我也每天在讲 所以我们大音中线 均帮助我们实现了精准预报 说明规律是眼光的观光源 谁发现并应用的规律 谁的眼光就更敏锐 就更敏锐 就一定要记住 所以这个大盘 就按照我们每天 我在跟大家分析讲的 这样来分析它 这是大盘 大音中线 好 那我们个股的阴线战法 个股 一样的 我们大家看 这里连阴下跌 对吧 阴梯亮 出现了一个假扬刹车 但是 不过其二一位 看见没有 它也是一个阴 它不过其二一 跳空阴 这是个假反弹 所以说有时候叫大家做次阳 第一个极阴次阳 不要做的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 跳空阴 好 一跳 跳空阴 又出现一个极阴次阳 那这一个次阳 大家说做不做 大家说这个次阳 大家说做不做 一样的 我们刚才说了 第一个次阳 这也是第一个次阳 大家说做不做 按照我们刚才 跟大家也分享这么多 真理阳法 应该怎么样 我们的真理阳法结合 应该怎么样 我们的同学呢 好 我们重点讲个股 我们重点讲个股 好 这里是长阴短柱 这里是个假阳刹车 但是 他的意图 首先跟大家了解一下 他的意图 这是一个小单枪 是不是试图解放 其司令 和他的虚拟精准对应 大家看 是不是 好 有了这一个异动 第二天再次解放 对不起 不能这样稳 阻力 想解放 他选择再次打压 好 一打压 我们在这个地方 又出现了一个真理 但是 他与前一个真理收盘价 有没有有效跌破 一二三 有没有有效跌破 没有 他就形成了双重真理 而 这是一个假跌 这是一个假跌的动作 所以说 就叫真假虚实 你一定要等他确认 三日确认 他没有破他的真理 那么一不破 他这里就 这里是左燕正就 又确认 看到没有 又确认 即因是阳 盖全音 即因是阳 盖全音 并且是一个零号 那么他 那么他就可以定性 可以预判为 柳转 乾坤 他就可以定性为 柳转乾坤的那一根 王牌柱 好 我们话说 第二日 10号 是不是 确认了他 柳转乾坤 我们希望大家学习的时候 都要互相的 大家都来讨 看一看 都来回答一下 这个问题 有助于增加自己的印象 这一根 就可以是 柳转乾坤的柱子 那么需要后面三日来确认 那么你看 跳空 他的价格 刚好在这一根 左侧大音 10点 于他的须底 精准平衡线 是不是 是不是以精准平衡线 那么我们要等的 就是突破 左侧大音 就是要突破 左侧大音 那么一确认 这就是你的买点 这就是你的买点 那么 12 我们在这里就行了 阴元帅 阳元帅 阳元帅 12 那么在这里 出现了合力 那么 看 这里是不是 有一个 合力王牌 有了一个合力王牌 而全量就是 凹底三品量 凹底三品量 那这就不得了 这就不得了 那么一看 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确认了 我们的左阴10点 那么就形成了 左之右撑 左之右撑 这就是阴线战法 好 当他在这里一站稳 我们是不是可以就可以 就可以确认干了 好 那么一干 好 你看 次日 他是不是站稳了 这一根阴的二一位 是不是站稳了 阴的二一位 好 一旦 吉阴次阳过二一 第二天 再次来一个零号 好 这一个零号 精准的我们发现 要是二一位 和左阴是零 那么依次发现 个股就要依次发现 左边有大阴的 二一位 和大阴司令 站稳二一 看司令 不能站稳二一 就不行 就不行 好 这里出现一个假阴 真阳 大家看 在这里是不是出现了 三平量加倍量 三平量加倍量 这里假阴 它也是一个阳 也是一个倍量 也是一个倍量 那么大家来看 我们的王牌柱形成了 一二三四 是不是有四个王牌了 是不是有四个王牌 预判它只要不破它的底 它是不是又是王牌 对不对 它就是我们的底部 长阴短柱 连阴下跌 凹底必须有两个王牌以上 两个王牌以上 第一个王牌 我们可以不做 那么出现第二个王牌 我们就要折击 关注 折击关注 当出现第三个王牌 我们就要密确买入 密确买入 这是凹底 也是真底战法的 重中之重 重中之重 第一个可以不看 但是第二个 对不起 必须看 第三个 那有可能 它就要干什么 刹车换挡 加油 懂得我说了这个意思没有 所以 在个股取点 盘前三线 这就是教大家的 我们以最近的水平方向的大阴的二一位 十里或十里 花线 一定要遵循这个原理 遵循这个原理 当骨架 当骨架突破了以最近的 最近的大阴 最近的大阴 我们刚才说了 人工自然花线 是以这一根大阴的实底花线 突破其实底 就可以大胆地干 而我们人工可以延续为它的虚底 但是我们这个虚底要有精准线 精准线就是这根大阴的实底 左支右撑 我们可以结合一点干 但是我们自然花线 是以它的实底 当骨架突破它的最近的 大阴实底的时候 出现的王牌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打进去 可以毫不犹豫地打进去 好 大家看 那么上学年 他不能突破其主阴实领 制造了一个假阳 假阴之阴 而回来 而我们回来的时候 大家看一看 有没有跌破其大阴实领 有没有跌破这个王牌的二一位 那么假阴之阳 次日上涨为强 精准触及大阴二一位出现的是极阴次阳 大家记住这里出现的是极阴次阳 那么在这个位置来讲 他是不是准处准备合力 他是不是准备合力 他是不是准备合力 我们要学会预判 他是精准触及 触及不过 但是他回踩也不破 精准对应其大阴二一位 缩量三一 倍量倍量 缩量缩量 在这里缩三一 缩三一 他是不是又出现了倍量伸缩的形态 是吧 又出现了倍量伸托 这是要立确关注一只股票 连续的倍量伸缩 连续倍量伸缩 那么他一说 是又来了一个倍量 小倍量 在这里合力 他又出现了合力 又出现了合力 并且站稳了左边 这一根大阴二一位 站稳了 我长期说 这是触及不过 但是我也要回踩不落 要回踩确认 对吧 好 一二三 那我们来看 以他的 我们说黄金线 以他的后三日花线 是不是踩着他 好 以黄金线积住的后三日花线 一二三 是不是踩着他 黄金线上阳盖阴 他 看见没有 黄金线上阳盖阴 即阴次阳盖左阴 并学他又是一个甲阴之阳 又是一个甲阴之阳 那又出现了缩背 平量 缩背 平量 那在这里明显的看到 它是一组的背量伸缩 一组的背量伸缩 那么大家再看 如果在这个区间再次出现小背阳 对不对呀 小背阳又是一个背量伸缩 站稳了其左阴 施灵 并学咬线突破其大阴施灵 对吧 形成了小背阳过左风 小背阳过左风 双阳接力 这个双阳接力是左风 突破左风 突破了左风 但是我们要预防他不过 为什么 丁三防四 当他次日不能站稳去左 这个大阳石顶的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了 就应该先走 预防他打劫 我们刚才说的打劫 好 大家看跳空音 跳空音 好 这里明显是缩量三一 缩量三一为假跌 为假跌 明显的是没有放量的 缩量为假跌 又来那个缩二一 又来那个缩三一 长腿彩线 采的正是我们的大阴石顶和这一个王牌柱的黄金线 王牌柱 对吧 我们大家刚才说了 这里 假银镜阳 这里是一个隐形的跳空 隐形的跳空 然后一个吉阴赤阳 王牌 王牌 但他后面他没有量性 要阴的建构 所以就要注意他打劫 他一打劫 长阴 加增量阴 是不是 长阴加增量阴 收回去 长腿彩线 好 大家再来看 缩量三一 为假跌 确认大阴石顶线 精准出级 精准彩线 一 二 大家来看一下 在这里 继续缩量 但是他的价格比他略高 当他怎么样 一零号 大家看 零号开在这一个音的石顶之上 跳空 回踩这一个增量音的石顶不破 就是我们的买入时机 这是买入时机 懂得这个意思没有 当股价突破 这一根大音石顶的时候 就是你的买入点 懂得这个意思没有 你能不能安安心心的听课呀 所以为什么要精准化线 要每天坚持划线 找出主边 水是一根大音 当他突破他的时候 你还不买骨 那就对不起了 对吧 他就会把你甩得一干二净 好 这里用那个价收量板 次日来了一个 一倍 两倍 三倍 四倍多的一个高量 对吧 四倍多的一个高量 那么我们说高量 判定 我再说一次你能不能安安心听课呀 跳空多了有点霸 是因为你一点线都不画 我们说高量 判定 因为他有点发烧的嫌疑 是不是有点发烧的嫌疑 好 那么 如果在这里没有介入的 是不是还有机会呢 涨停板复盘 你如果画好了线 你能不能再抓他一次呢 那我们涨停板如果复盘以后 这一只股票连涨两天 两个涨停板 那么你如果涨停板复了盘 那我们就会画出他的线 首先他这里出现的是一个领靠 那他就可以成为元帅 那他这个地方也可以成为元帅 那么后面没走出来 他这里有跳空 只要不破其二一或十底 他可以成为黄金 这就要求我们最强的建构 是用涨停板过锋 最强的建构 是用涨停板加油 最强的赚钱的量学方法 就是浮盘涨停板 好 这里失去了机会 我们来看他回踩大幅跳空 他踩到什么地方 他一踩 是不是踩到我们的左锋 他回踩的是不是我们的左锋 左锋和这一个精准的十字架和大阳的上三一 这就是涨停板复盘 你抓不住前两个 你可以抓住后面的机会 这就是涨停板复盘 最强的建构 每一只股票能走流 就是因为涨停板 好 他回踩确认的是我们的左锋 左锋 你画完线 难道不能够抓住他 因为这涨停板复盘以后 你画完线 才知道他怎么涨的 他怎么回踩的 回踩下一步 会不会过峰保顶 他在过峰保顶的时候 这就是你的机会 对吧 所以我们让依托左锋 使领形成平衡线 形成左支右撑格局 时接而上 步步为盈 所以我们回踩不破 二一位的为强势表现 依托左锋 中线形成 回踩不破二一位 为强势表现 那么大家再来看 这一个涨停板 没抓住吗 形成了一根高亮单枪 高亮单枪该跌 应该跌吧 高亮是不是应该跌 而他回踩二一位不破 请问 二一不破 强不强 他输量涨停板 那么你在这里复盘以后 你在这里折击介入 在这个位置或者二一位 折击介入这一个涨停板 是不是你的 所以 一定要记住 你不要在那里什么都不好啊 不能学啊 多了呀 我们下一节会讲到 怎么伏地的涨停板 一定要记住 二一石顶或石底 当骨架突破左侧 依托左侧 就是最近的啊 我们比如说这一段 突破这一根阴 是不是一根大阴 这是一根大阴 当骨架突破这一根大阴 石顶的时候 就是你买骨的时候 这个你一定是要做好功课的 一定是要做好功课 好 我们第四节 阴线战法的要点 我们上面介绍了两组 关于大盘的预测案例 大阴石领用于短线的预测 大阴中线用于波段的预测 基本原理 这个我就不练了啊 这个大家自己看一看一看一看 免得耽误时间啊 好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我再提醒一下 我们看到的阴线应该视为碉堡 小阴线是小碉堡 不值得一提 大阴线才是大碉堡 应该高度关注 应该高度关注 所以我们对它研判的方法也有所不同 就形成了别具一颗的量学特色阴线战法 我们指的大碉堡 大阴线就是二一 石底和石顶 一定要把这个记住 我们这个就不说了 耽误大家时间 好 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大盘阴线和各股阴线战法 我们把它弄到我们接着讲下一集 啊 你好 哪一集 你们都不会找到我们接着 对 我们接着这些这些 要得到一种 不这么高 那一集 不用急 我 soc不防 哪一集 这等一集 就要是 我 那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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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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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